大家好,我回到Pokemon究竟錄補石5 上次說到就是終於看到彩虹火箭隊成型的一個隊伍 然後拆博就有說到Rack就進去究竟異動出不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先去找Rack出來 好,流星瀑布最深處和石之洞穴深處兩處都有Rack的痕跡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先去流星洞穴 流星洞穴我覺得比較近一點 什麼事這麼高呢? 這裡的洞穴這麼高 那真的不在這裡嗎? 好,我看了攻略後發現剛才那個洞穴是不對的 應該是這個才對的 之前那個就已經是我... 咦?不是這個... 現在又會說我有謀言 咦?謀言進又會危險? 究竟怎麼樣? 我看攻略劇情就說這裡是可以進入的 但是我現在...想進去 但是他現在又說有危險 會...不進得了 但是沒有理由的 我不是應該可以進去的嗎?應該... 因為大吳那裡我們已經匯報了給他聽 什麼...Rack找回他嘛 好,流星瀑布射之洞穴 這個要怎麼弄 這百分之什麼? 這個要怎麼設計? 你們有沒有些什麼? 新進半關 艾南 什麼X 是代號碎哥 好像是可以拿夠機球 但沒有甚麼特別 因為我正常不去拿夠的球 啊?是不是這個? 迫иров和我沒有太久以Did 這次裡面的部份更可疑 炸博貓車是其中一員,我們都會多加閃心 他們搞什麼 好像沒什麼特別 上邊後面你都看到究極之洞回果日訓練師,有位訓練師交給我這一本 從究極之洞撿到一本書,書上刻著一顆綠寶石 身體不適,他說什麼家鄉休養 他所說每次抵達究極之洞的時候,書本就會有反應出現新的一頁 究極之洞,有什麼用 不知道有什麼用 這些有沒有什麼特別 Z力量 背包滿了 為什麼背包滿了 其實他有很多東西 我怕拿不完 預三加的Z技 但是我不夠位 朋友 好心去剷掉那些什麼強化劑 因為他現在的道具又不讓人開放來用 所以強化的那些就沒什麼用 對了,當你拿到究極之書之後 你就可以穿過這個洞穴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定 好,終於可以了 OK,是不是這一個 白人山 白人山,白人山就是Rack的地方 沒有精靈中心 有精靈中心 只有一個 夠不夠打呢?我怕不夠 把我們的最強肥 肥超出來吧 始終我們肥超擁有著超級高的速度 好,來 來 哇,為什麼連這裡都要有閃光這麼麻煩 他專門說 白人山一開始這裡不需要用閃光的 據我所知 在我的記憶當中 白人山不需要用到閃光的 還要這麼小的 小格 這個地圖他就是自己弄的 因為綠寶石就沒有白人山那個 那個的板塊 沒有那個地圖 他這個是自己改的還是什麼 好像 咦,到了嗎? 咦,這麼快? OK,其實不需要閃光 其實都要,因為這條路太遠了 好,我們來吧 AWAT也是 這隻遊戲的頂點 不是在這個 金版裡面的頂點 我們先用一些道具 龍頭地鼠我們用生命寶珠 生命寶珠 生命寶珠 鯉魚龍我們也換了 鯉魚龍我們用 是剩的東西 其餘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要打的都是那五隻 那四隻 一二三四 那四隻 好 長毛巨魔加 班格拉 或者加一隻 象徵鳥先 沒什麼所謂 好,就這樣 AWAT 怎樣怎樣怎樣 他又說他迷失了救命之洞 但為什麼又在白人山出現 武軍聯馬 單打,我已經100 我已經 我以為是雙打 還打得太多雙打 我看他應該都是特攻向的 光場 他沒有什麼 應該是密攻 我看見 角尾 我看見 我們兩下都沒有同象徵鳥 三萬福德 OK 三萬福德 還有角尾 不是角尾 角尾 這裏 大家拉吧 Mega的咬水 我想我用地獅 嘩 嘩 真的打死我 我覺得打一走 冥想 為什麼要這樣做 很害怕 他冥想 為什麼會變了形態 為什麼變了形態 對 變了形態 沒有技勇 好 龍頭地鼠的地震 收走 換飛行 馬上行奔 是不是天 是不是換天氣 噢 不行不行 輸了 唉 他這樣聯防 其實也很麻煩 先來 反射壁 但後面他有 光場 其實我用 稀炸會好一點 反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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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風 劈一下 哇 超痛 金凍光線 剛剛用龍頭地鼠 用地震引起噴火龍 然後牙分 殺 殺 殺 X 這隻 X 不怕 岩石 真的不是4本岩石 飛行龍 龍頭 自我激勵 看看 應該都是我慢 我覺得 所以我可以打龍頭 他應該打不死我 因為我很快 要 黑布布 哎呀 背背龍 馬尾 玩完了 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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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為何會麻痺 太刺激 頂 我們班吉拉 不如不要 我們 底蘭滿了東西 放不到進去 不要用班吉拉石 我們用 廣告維根 廣告維根用來殺 打一隻比加超 比加超太麻煩了 反射壁 欺詐 少了 有光場 反射壁 又破了 坑格拉 岩筆呢 哎呀 可以了 超母母我們馬上換走 之後用這隻 不要緊 這裡用 拖地鼠 地震 引他 噴火空出來之後 會很快 不要擊中 沒有擊中 朋友 龍寶 再龍寶 再龍寶 還有龍寶 他在找什麼 嘩 不要死 應該沒事 沒事就行 黑暴火吧,不會重嗎?OK,自盡過剩一下 咬水吧 嘩,終極衝擊 又輸了 好難打啊,我不用水的原因是因為他一定會回背背龍 其實我應該用飛條,因為我有修正 應該用飛條 這裡用廣告球帶 這個 滿地壁,強光強 自盞 我以後不死了 沒有不單,竟然是近跪 我們先出拉拉招 咬水 催眠? 不要再 嘩,催眠了 弄走了招技 因為我正在用廣告圍根,然後再給他 那個叫什麼 什麼新驅,詛咒新驅 詛咒之驅 三層沒了 現在沒了 咬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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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兵 紅頭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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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擊中 神經病,擊中了死了 先進行 重量 重量衝擊 我一天大 我打不給我 我打不給我 哦,Z技 哎呀,神經病 很難打 最麻煩的是 我的重 我只有四隻 對,我只有四隻 其實我不是應該換走獅子嗎 獅子其實我可以換走 打把射給旋破 打不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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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這樣也麻痺 這樣也麻痺 就不可以 這就是死 十三環 紅頭地主 銀盤 冇中 哦 噢 有沒有那麼容易沒有擊中啊? 認真嗎? 放胖寶寶 哇,他立刻換這隻 這隻好像...我被用飛行駕 好像達到飛行駕中了 咦,但是他都...他都可以 我過世了 這裡可以用胖寶寶了 因為他死了一隻背負龍 還要令他害怕,我覺得打不死他 因為我... 麻痺八個禮,不然麻痺都可以打 麻痺就真的輸了 異風沒有中麻痺 還有一隻? 這隻可以了 咦,好像還有機器 哎呀,沒有機器 應該換重的 在這裡 神經病 光美 剛剛好那一刻麻痺了 然後整場就輸了 在這裡換手 馬力 馬力 這裡 龍頭地鼠 這裡用... 地震 沒有... 用地震 引走... 弄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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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戰打不死 這裡 看看我們怎麼打 還是我這個李魚龍應該換作名獄呢 其實可以試一下 又可以試一下 哎呀... 好難打 其實我這裡試一下換走 換作象徵給他殺 之後我再用... 拉吉拉的... 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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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又中了 60% 嘩 他什麼催眠啊 磨到光牆都沒有了 光牆沒有了 沙塵布就沒有了 龍頭地鼠 赴燃射的... 熱風剩下的暴血然後再燒傷 技術有多低 爆炸他 算了今集玩了這麼多 打最後一次如果不可以就算了 這個很難打,難打得過分 是班戈拉拉咬碎,麻痺了就輸了,不用看了,一麻痺就輸了,30%麻痺 我不想用岩斌,因為怕不中,我想用咬碎,因為後面有一隻緊鬼 你看,又中了,催眠,你必中了,催眠 你真是假,你真是假 這裡不少,這裡不少 可以留一留,可以死了 這場暴被魔,出光牆 龍頭地鼠,岩斌 岩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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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斌 會有擊中,岩斌,岩斌,岩斌 可以,OKOK 龍頭,可以龍頭 鐵風,難掉吧 好,難掉 我覺得應該不死,冰冰龍這麼硬 我好像三下攻擊了 死了 哎呀,幸好 終於贏到他了,很難打 點點點點 跟Greemius的赤紅形象和氣質有點不符 或者是以前遇過的不太一樣 小星還都感受不到任何究極之氣的氣息 更多感受到他身為精靈大師的氣質 因為他這個真的是精靈大師 終於完了,白眼山之旅 好難打,雖然我也是在這一集內搞定 好啦,今集時間到這裡,我們下集再見 各位,掰掰